他在台湾当然是 算是我们同派的大家长 那我觉得大陆这次 宗室也特别介绍了 他是岛类爱博同意 一样的重要代表人士 那他是一个标杆性的人物 那我觉得在他晚年的时候 能够受到这样的高度的肯定 我觉得也是他的光荣 那我能宣读他的记忆 也是我的光荣 希望黄埔精神传之永久 心爱精神继续勇守 因为我觉得今天日子很难得 就是一百年想要表达一个纪念的心意 亮灰 下载N视频APP N种方式 打开世界 直播放下来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开世界